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听老普读书 今天是2021年8月4号 我接着读汪正全的开场与收场 第三个单元 我选择的是接着读下来是第11到第15章 大约需要45分钟 汪正全的开场与收场 作者金雄白 署名朱子佳 副标题是汪正全盛大开场 荒谬剧暗然收场 11章 上海渔园路1136弄 第二次与佛海见面 因为他先听到我答应参加 谈话就显得轻松的多 我并不会言我所以愿意参加的原因 我承认受到了他上次谈话的影响 而朋友所告诉我潜伏在我四周的生命危机 是促成我立刻做一个决定的主因 我向佛海声明了两点 我的参加 与其说是为了政治 不如说是为了友谊 与佛海豪爽坦白的性格 我相信他不可能会影会声的 捏造出许多史实 他也不需要浪费许多时间 来欺骗像我那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所以我希望能多做一些为他分牢的事 尽量不给我担任实际的职务 叶如因与罗军强曾告诉我 正在筹备一张报纸 假如建立政权实现的话 就将在新政权登场的一天 在南京出版 以代替维新政府所办的南京新报 那天我说明我对报纸的厌倦 不愿再投身在罪意招惹是非的场合 并且我强调 对于与日人合作一点毫无信心 自己的立场就有些暧昧 也绝不可能办出一张 符合他希望的报纸 佛海完全接受了我的要求 在我谈话的时候不住地点头 等我一切都讲完了 佛海即表示 办报的是 已有军强与如因在负责 不必再强我所难 但他很关心我的安全问题 他劝我立即停止律师职务 暂时离开家到别处去住几天 现在他住处的隔壁一所房屋 目前还空闲着 罗金强由于追踪来户以后 仍际遇在旅班路的旅班公寓中 也不是长久之际 他预备立刻斥人装修布置 一星期后可以与军强一同迁入 作为我与他共同的住所 如此安全上可以得到保障 而与他之间的联络 也可得到便利 就这样 我后半生的悲剧命运 就这样完全决定了 我也于一星期后 抛弃了原有温暖的家 放弃了固有平稳的职业 携了一间行李 签注到那边 开始为和平运动奔走 有着两个租界的上海 本来已是一个畸形的世界 而护西渔原路 大西路 已至吉斯菲尔路一带 尤其是畸形世界中的畸形地区 在靖安寺路以西 统称为越界驻路 道路的景权 属于公共租界 而路侧的房屋 则属于华界 汪精卫 周佛海等 由辟远 而且是日本军事地区的 虹口搬到了温原路 目的就是得到 机型上的一切便利 他们形式上脱离了日人的控制 用自己的警卫力量 来保护自己 向郑金银行提取被冻结的官鱼 作为活动经费 分配职务 展开筹备工作 这是汪政权在上海所建立的最初雏形 汪氏夫妇所居于原路1136弄口的一所大宅 原是前交通部长王博群的私底 当汪氏出任上海大厦大学校长时 当汪氏出任上海大厦大学大校长时 与该校的校花宝志宁 由师生恋爱而结婚 于是 鸠躬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 作为藏娇的金屋 国君吸撤以后 一直空闲着 在汪氏迁入以前 更在花园四周装置了廖望亭 墙园上加注了铁丝网 利用为在户发纵指挥与安身立命之处 1136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 只有一个面向余原路的出口 很幽静也很隐僻 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 洋房事前 把原有的居民全部迁走了 就由周佛海 楚明仪 梅思平 陈春甫 罗军强等 一批人分宅而居 有百来名武装警卫 严密的日夜保护者 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 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 完全无法进入弄内 当时参加新政权筹备工作 比较重要的人物 只有极少数不住在里面 除了陈德广 林博生等以外 就是陶西盛 与高宗武 一切筹建政权的工作 也在那里开始展开了 除了汪自己主持的大计以外 那时陈公伯还没有到上海 财政与对日交涉的重责 都落到了福海的肩上 大致上职务的分配是 楚明仪与陈春甫分任中央党部 政副秘书长 梅思平 朱浦任组织 陶西盛 林博生任宣传 除了上述诸人外 由香港去的 由李盛武 陈军慧 樊仲云等 代表国社党的 由朱青来 陆鼎奎等 代表青年党的 由赵玉松等 军人有刘玉芬 鲍文月 杨玉荀 叶鹏等 吴城 无党派 无党无派的 由赵正平 傅氏说等 而以原上海市党部的 旧人参加的为最多 由蔡宏田 汪曼云 顾济武 林宪文 黄湘古等 1136弄理 不时 由你所梦想不到的人物进出 他们是来讲教 来当面歌颂汪氏的 远见与毅力 以及明白表示 他们所希望将来在新政权中的地位 有的在汪政权成立以后 跃居了高位 有的因为 因为针盘不成 而未曾实现 几乎那时间 几乎那时 几乎那时 贤费在上海各朝各代的过去文武大员 自北洋政府 一直到国民政府的人都直接间接有过接触 甚至遥遥的重庆的 甚至遥远的重庆与香港 也有不断的余艳往来 我不想在这里指出 谁曾想谬服为汪州等的知己 以及谁曾经对于汪政权表示同情与西纪 假使这真是一出历史上的丑恶的活距的话 那么那时的人心是太直的凯探了 第十二章 76号中的丁礼大大 从郑金银行提来整箱交通银行发行的十元新钞 是有它无比的力量 和平运动的前势力 历史在上海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每一家报馆中 不论是商办的或官办的 都已有了汪方的地下分子潜伏着 报馆中的动态重庆来的指示 每一个人的言论 每天都有详尽的报告 若干报纸在消极态度中逐渐转变 对汪方减轻了抨击的成分 甚至邦会方面也发生了关系 青邦如张孝林 纪云青 张德钦等 红邦如徐朗希等 每个月都送去一笔可观的数目 公共租界与法租界 政治部的主要人员 也先后有了默契 避免了无数工作上的困难 上海社会之间 有人竟然偷偷摸摸地 钻寻门路 有人竟然洋洋得意地 告诉别人将不日飞升 任何一个政权的创建定然会有大批 攀龙扶凤的人 汪政权在未成立之前 已经有了一个在沦陷区中的有利环境 以及足够的经济力 这种现象应该也同样不足为奇 但是汪方最重要人物所聚居的1136弄 知道的人反而并不普遍 76号才是被认为汪方最重要的所在 一直到战后 还有人提起76号而为之谈虎色变的 而且在若干书报上 还有要证明其为魔窟 而做了完全不实的记载 所谓76号就是 护西吉斯菲尔路76号 我已在前面说过 这原是前山东省政府主席 陈调园的一所别墅 与1136弄同样处于畸形的越界驻路上 主持的人物是丁沫村与李世群 正式的名称为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 周福海是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而实际的权力则操住丁里两人之首 76号虽然地方很大 但房屋却并不太多 于是像 1136弄一样把笔连的一条名叫华村的弄堂 划入了76号范围之内 把原有的住户破走 让许多参加人员迁入居住 这一个特务组织的形成 事实上还远在汪氏等底户以前 李世群是浙江人 本为一个留学 本为一个留俄学生 而且是一个共产党员 在清党期内曾经有过7次入狱的记录 反正以后 隶属于中统担任一个中级干部 在一次因违反纪律 而将遭到严厉处分的时候 竟然给他逃到了香港 并且很快与日本的特务头子土肥源 发生了关系 随后由土肥源派他到上海做情报工作 就在国军撤退后 梁洪志等所组织的维新政府时代 他早已在户西 一亭盘录 朱安斌10号建立起特务机关 不时往返于港户之间 他年轻有活力 那时还不过31、2岁 而且受过苏俄的特务训练 他对工作表现表演得很好 颇得土肥源的信任 同时也引起了重庆的注意 民国28年的春季 中统的第二处处长丁沫村 奉命来港 目的是要把李世群劝回去 丁在中统中是李的上司 两人间过去的感情还不坏 满你以私人的情谊 阻止李世群为敌人所利用 当墨村 当墨村敌港以后 世群却又已去了上海 墨村摸索不到世群在港的线索 而那时周佛海还留在香港 周是CC10个最高干部之一 这一点墨村是清楚的 他在无法复命的尴尬局面之下 他想到去问一下周 而又不知道周的地址 他到香港合理活道 49号南华日报去访林博生 而刚巧博生被狙击后 正在疗养时期 于是由该报经理严家宝 待见后 丁留了一封信给佛海 结果在两人会面几度误谈以后 丁反而放弃了原来劝李回渝的任务 隋州赴护 而且负起汪芳特工的大任 他将世群的原有组织改组 由他出任主任 而以世群为父 地点也从义亭盘路 朱安宾10号 迁至基斯菲尔路76号 兴致也从秘密一变而为公开 76号是一个庞大的组织 丁里又是特工工的老手 他们搜尽了三山五岳的人物 攻上贤 刀出鞘 威风淋漓 杀气腾腾 六年中在上海 制造出不少令人震力的血腥事件 假如汪政权六年中的措施 最值得令人构责的话 76号的所作所为 至少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 76号除了丁里而外 有主任秘书黄敬斋 办公厅主任傅野文 旗下的所谓行动大队 有投顺的军统大将林之江 王天目 陈公树 万里浪 中统的胡君贺等 有原来公共租界的特别警察 潘达 戴昌龄等 也有帮会中人的夏仲明 杨洁 吴四宝等 特别是吴四宝 更为护人所切齿 他原是一个黑社会中的流氓 一个汽车司机 识不了 抖大几个字 但是有魁梧的身体 体重最少在一百五十磅以上 他是江苏南通人 却像是烟绕间的产物 他生成粗鲁野蛮的性格 但知道怎样对上司公顺 只要能博得他上司的欢心 他毫不考虑 毫不迟疑的去执行 别的行动大队所不肯做 或不敢做的事 他奋勇当先 做的彻底 做的干净 什么江苏农浩所拘捕的人 只要撞在他手里 没有问一句话 先给他一顿皮鞭打得血淋淋的下满威 他的妻子 施爱珍 倒是在启秀女校受过中等教育的人 但他也相夫有道 能够亲自审讯女犯人 也能够携了枪械出去行动 当时人们对76号的畏惧 并不下于日本的宪兵队 他的参加76号 因为他与李士群都是 被青帮纪云青为老头子的同参弟兄 汪氏在上海那一段时期 尽管对外标榜的是和平运动 但敏感的上海人都明白 将是在沦陷区建立政权的前奏 丁宝村与李士群所主持的76号 虽然是一个特工机构 但开始所吸收的各阶层人物 却并不限于从事特务工作的人员 76号除了担负特务工作以外 也成为对外最活跃的公开机构 许多不甘寂寞而悉剧得到飞升的人 都在辗转设访 钻头密封的寻门路 寻觅门路 一项冷落的吉斯菲尔路 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平时高喊抗战到底的人 有时出乎你意料之外 会在76号的会客室中出现 足界以内的渔方报纸 逐渐展开了猛烈的抨击 但若干编辑与记者 却又于暗中取得了默契 汪方的中华日报也已经恢复出版 有梅思平等轮流主持社论 在特工战之前当28年的秋季 首先展开的是与重庆方面的言论战 汪氏除了较有分量的人物 与接见而外 那时他本人很少直接出面 一切对日本的交涉责任 都由周佛海负责 每周仅有一两次 在汪氏寓所中召集的 周佛海 楚明仪 梅思平 陶锡胜 高宗武 林博生 李盛武 陈春朴 等举行的干部会议 以后与日方正式接触之后 问题就显得渐区复杂 政府的组织名称全县国旗 以至于对维新与临时南北两政权的处置等等 但与日本之间都有很大的差距 与日本之间都有着很大的距离 代表军部的全氧舰 不断奔走于赢佐与周佛海之间 而汪州等所希望的全面和平 同时也仍在暗中进行 周佛海曾经派遣张滨仁 及影星葛兰之父 周佛海曾经派遣张滨仁赴日 试探日政府的意见 流港与重庆有关系的人士 也不断有信实往返 传达消息等这一切都成为徒劳之举 首先重庆对汪予以永远开除党籍 即解除一切职务之处分 当世年也就是民国二十八年六月 汪氏赴日与日首相平朝会见以后 平朝会见以后 中书更对其明令通缉之后 又通缉了陈碧军周佛海 楚明一三人 至八月间又有梅思平 林博生丁墨春 罗军祥金雄白等二十三人 被明令通缉 处处显出双方已无妥协余地 抗战其中不幸的内部分裂 至此到了无可泥缝的状态 筹组政权工作与对日交涉 对于谈合同样的在积极进行 汪氏的亲信人物陆续游港月 行抵上海 周佛海已确定了将在新政权中担任 仅次于汪的重要角色 他更积极于在乎搜罗人才 因此设立了类似汉口时代 他在宣传部长任内的议文研究社组织 暗中在威海卫陆的太阳公寓内成立了机构 委派罗军强与我分任总干事与总秘书 直接投校或经人介绍的 经过填写一纸履历 即每月即以相当的生活津贴 留待政权成立时量财录用 短短数日内人数已超过500以上 其间如陈之硕、易四前等 以后都与汪政权相终结 也有填过履历 收过津贴 而为了别的原因中途遍际的 如贾某某、潘某某等 过去在军政界有过地位的人 有的通过陈德广等的关系 而与周直接见面的 每当博目以后 常有知名的人物偷偷摸摸地进入 1136弄的周 与周佛海闭户清谈 另外富士说 或者年富士岳 富士岳在亚培尔路一号 接待许多教授、学者与专家 刘兴臣、阮玉奇、张肃民、徐继敦等 数十人先后参加 上海历时成为双方做政治斗争最尖锐的地区 十年八月下旬 我又突然收到了一封参加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寒 汪氏在创建政权以前 决先利用党的名义 做一次更广泛的宣传 也使新政权之建立有所依据 这一次会议的召开 使人们知道这一幕历史性的戏剧 是将于不久揭开序幕 当我说到这一旨通告之后之先 我觉得有一些惊异 因为虽然从北伐抵达东南地区以后 我与职务上的关系一直自动为国民党效力 但我始终并不是一个党员 这代表资格来的未免有一些突兀 而在召开大会以前 我又忙于议文社的事也很少与佛海见面 故事前此 故事前对此一无所知 直至收到通告以后 我去问他 他承认是由他保举我为江苏区代表 希望我能参加那一次的会议 第十四章 登场第一声的六拳大会 民国28年9月1日 汪氏所召集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五次大会 系于27年4月在武昌举行 即汪当选为副总裁之一次 在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举行 当我驱车到达那里的时候 公共租界 携着长枪的巡谱 以及印度籍的马巡 几乎立满了半条马路 形势显得十分紧张 76号的两扇大铁门紧紧的关闭着 开着的只是一扇小门 让代表们进去 76号的武装人员 密密层层的布满着通道的两侧 虎视眈眈的注视着每个人的行动 一个招待员 引导我到代表报道处 我发觉了 与一个不是国民党员的我 而竟然具有两个地区的代表身份 因为林博生也保举了我 为广东区的代表 我内心虽然感到一丝尴尬 终于签了一个名 完成了报道手续 广场上聚集了不少代表 一蹴一蹴的在分别谈话 每一个人的进来都会引起彼此间的惊诧 这样多与汪汐素无渊源的人参加了 这样多在今天以前 还在激昂的高呼抗日的人改变了 上海社会上行行事事的分子 都成为和平运动的拥护者 我感到政治可怕的魅力 我又为热衷的人发出了威叹 我无可奈何的与他们握手 彼此之间似多少怀有些沉重的心境 心不在焉的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时间到了 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 三民主义无党所踪的歌声 似乎特别嘹亮 一面青天白日旗 冉冉升起 这是上海沦陷以后 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重新见到的国旗 我看到许多人在流泪 在隐气 大家慕然的站在那里 直到升旗礼完成 才鱼冠进入会场 汪氏无疑是主席 他经过了冗长的一段演讲 当他讲到国事的危急 以及未来任务的艰巨 在声音渐渐的抽烟中结束 接着是主席团宣布了近百名的中央委员 现在我已不能凭记忆指出正确的数字 与列举全部的名单 我只记得旧中央委员 只有汪氏夫妇 陈公博 楚明仪 周福海 客与俄 何世珍 后来何世珍又声明否认 等寥寥数人 大会再宣读了 一纸长达万言的宣言 就匆匆的结束了那一次会议 我不想再在这里引用宣言全文 因为汪氏的对于 汪氏对于悲观的抗战论调 已给历史全部否定了 汪氏所希望于日本军阀的诚意谋合 也于六年中的具体 具体 也于六年中的体验 证明是错误的 但汪氏在抗战期中所提出的和平反共建国的论调 在那一纸宣言中 今天读来 觉得 犹有余痛 这一个历史上的文献 我觉得 还有摘录的价值 在此次战争中 日本深切认识中国民族意识之胜 与建国信念之坚固而不可拔 随抗战以来 中国丧失失地 然全国人民牺牲决心 久而迷离 将士效命 前仆后继 何于正义之和平 一日不达 则抗战 一日不屑 所可痛心者 去遂四五月间 共产党人所秘密传授 中共的策略路线遗书 已被发掘 其所谓一切以抗日为前提 在抗日口号掩护下 进行阶级斗争 土地革命 以定为信条 其限制于行事者 假计抗战 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 传之 使之 继续不断 丧失失地 以促成其崩溃之势 假计抗战 以实行民穷财进政策 所致焚杀 使所谓中小资产阶级 归于扫荡 且使大多数人 皆成为无业游民 供其使用 假计抗战 以实行渔民政策 剥夺所谓知识阶级 之一切自由 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 不使不知 随而盲动 假计抗战 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 谋于相当时机 取国民政府而代之 以中华民国 勇为苏联之附庸 假计抗战 使中日兵连祸节 使苏联得安坐 而成其弊 凡此种种 无不根据一定之策略 为有系统的进行 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 则隐身于 拥讲抗日口号之下 使人民为之侧目 将士为之离心 同志为之解体 该和平 所以顺利建国之进行 反共 则所以扫除建国之障碍 云云 汪政权虽对国际形势 因估计错误而复亡 但对国内未来的发展 宣言中 无不动若观火 至住者直笔时为止 也就是金雄白 写这本书的时候为止 为期 视为二十年 而国共的进退成办 无不一如 这次大会宣言所指出 汪氏等其能 明目于九元烟 这次会议 是汪政权开场的第一声 自此以后 政权的建立 以事成起乎 与重庆之间 壁垒更为分明 而汪方在上海的活动 也更为积极 但周佛海 所负起与日方的交涉 很少有进步妥协的迹象 原定双十节 环都南京的日期 不得不推迟至一年元旦 更自元旦推延至 不可知这岁月 汪政权的最大错误 虽然有禁卫声明为其根据 但日本军部 与日本政府之间 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种种因素 而与汪方直接联系的 却是军部的特务机关 赢左真招主持着这一件事 而又无权做决定性之主张 赢左所提出的条件 竟然以满洲国的一切为蓝本 而汪方则以自主独立为原则 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的一切现状 谈判时段时序 始终未能取得结论 第十五章 陈空博决心一死仇知己 汪政权除汪氏外 以陈空博周佛海两人 为两只最重要的台主 两人同为出席中共第一届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为中共元勋 而又是最早脱离共级者 他们虽省级不同 陈是广东 而周为湖南 又同居豪爽永逸的性格 对于汪政权的建立 一样怀有其不可为 一向怀有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的精神 但两人对于汪政权 这做法与看法 却有着很大的歧义 在抗战发动之前 陈州都是政府中的重要人物 陈氏不但是中央民讯部长 实业部长 而且与顾孟瑜为汪氏左右的辅逼 周为代理宣传部长 而又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特侍从事的要职 两人处于不同的派系 而对于抗战则具有同一的观点 认为以当时日本军阀的得寸进尺 咄咄逼人 最后的一战将迟早无可避免 但如立即抗战 当时搅供的工作 非但将功亏一篑 而由于中共与服供分子 对于抗战的叫嚣 意味着共党的目的 不仅在集抗战以图存 而是要借抗战求发展 同时与日本军备的比较 一旦战端即起 国力悬殊 很难乐观 所以最早他们同样认为 蒋氏所主张安内壤外的政策 不实为明智的决策 但陈州两人 论其当时之地位与环境 都还没有足以左右当局的力量 佛海最多在其低调俱乐部中唱其低调 而龚伯则连此种兴趣也没有 陈龚伯自在汪氏 陈龚伯自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以后 更有一个新的感觉 他认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 将削弱党的力量 与招致党的解体 所以他希望从他本身起 不再搞派系 对于改祖派 更希望从无形的存在 进而为无形的结束 但一切并不能如他的心愿 因西安事变而对于抗战政策的基准之下 因抗战而党的暗潮涌入 暗潮欲裂 虽然他仍在中枢服务 态度上已经显得很为消极 抗战初期的松户撤退 德国大使陶德曼的出面调停 与起和谈之端 至首都沦陷武汉危急战局 证明了抗战前途的暗淡 最高国防会议受调停的决定 最高国防会议接受调停的决定 如前文所述 更可窥见当局对核战问题的态度 一直退至重庆 高宗武的 所以积极奉命试探日政府的意见 与当时的危急震撼 也不言可知 汪氏对于抗战 自始就抱着悲观的看法 政府迁于以后 军事的节节失败 滇缅公路的突然被封锁 英美态度的暧昧 共党势力的膨胀 当前的种种事实 无时不再加深他组合的主张 但是很早便符合汪氏和平运动的 不是关系极深的陈公伯 反而是向罚渊源的周佛海 周于代理宣传部长任内 在汉口时代 已有艺文研究社之设立 为对外宣传抗战 争取国际同情的机构 他与曹熙胜分任干事与总干事 与总秘书 陶是老改祖派 向德汪氏宠信 与周同事以后 朝夕相见 思宜日深 周与汪的发生关系 陶应该是在中间 拉拢的主要人物 汪有和平的主张 而当时尚无和平的行动 正是向日本的试探 也显然出之陶与高宗武的 主动与促成 但是陈公博 那时方任四川省党部 主任委员 远处成都 事实上对此是一无所知 汪氏离鱼的日期 为27年12月18日 汪与蒋氏最后之一面 则为民国27年12月9日 而汪在河内发表宴殿 为同年12月28日 蒋氏于9日拒绝了汪氏的和谈建议 他才决心鲤鱼 在鲤鱼前之一星期 使去殿招陈氏 由成都回重庆 当时在汪的私底谈话 在场的也只有汪氏夫妇与公博三人 汪氏告诉他 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 参阅附录汪志中常会议最高国防会议书 战局前途的估计 与当局争议的经过 以及日本弹劾的条件 以当时国内外的情势而论 陈氏虽同意汪氏的看法 但认为在对外抗战的时候内部不宜分裂 为了国家应该以最大的忍耐来说服当局 持疑有待 使必归于一致 陈氏曾经以爽直坦白的态度反复陈词 而终未得汪氏的首肯 陈碧君当时与公博不同意汪的办法 静止这样说 你反对 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权 那一次的谈话 非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反而使陈公博感到莫大的痛苦 在公博回到成都以后不久 就接到了汪氏黎鱼赴岳的消息 那时曾使他陷于非常骄苦的境地 他一度拟摆脱所有的职务 上峨眉山去韬光养晦 但他与汪氏多年共同致力革命的关系 以及私人间深厚的情谊 他都觉得无法置身事外 考虑再三 乃届赴昆明演讲为题目 也由颠入越 在河内与汪氏会面 在他临行之前 曾留书给张群 表示他这赴越 目的在拉住汪氏 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 请张岳君也劝阻蒋氏 物有过分的措施 以免双方各走极端 陈氏到河内以后 请汪氏珍惜其过去的历史 尽管他是实心为国 但弹劾的结果尚未可知 日人的用心不可测 未来的局势的变化不可料 国内的别有用心之辈 正希望蒋旺之间有裂痕 而不知虚实的民众 对于和谈也可能招致不量的舆论 在民主国家中提出国事主张 是光明磊落的事 无人可以 资议 但希望汪氏以从前和平运动为止 主张既已提出 只有静候国人的公爵 汪氏也很以陈之意见为然 且表示已向中书特派来月之古正典 要求政府拨给护照 要求政府发给护照 如主张不被接受 即随时准备出国 公伯也即转道来至香港 为暂居之计到一年 也就是民国二十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三月二十一日 河内突然发生了汪玉行刺事件 曾仲明因而运命不久 汪又离越附护 周佛海 梅思平 陶西盛等 也由港追踪而去 陈公伯知道事已决裂 汪政权之建立 亦将不可避免 二十八年的冬 公伯附护立祖汪氏 组建政府 之于声泪俱下 而畏为所动 又黯然返港 一年初 高陶携走了汪与日方交涉的 日本所提条件草案 黎户来港发表 高就是高宗武 陶呢就是陶西盛 公伯是一向很重情感的人 深以高陶 由何运之主动者 忽而变为何运之破坏者 以使他感到愤怒 且此举将献汪氏与狼狈之境 他深觉意难袖手 因立即买船赴户 抵户之后 莫查当时的形势 之以骑虎难下 口头的劝阻 已对事实无补 他欺然对汪氏道 九一八事变后 你以跳火坑的精神 回国供职 现在抗战到了艰难关头 你又以跳火坑的精神 想旋转前 向悬前转坤 你既决定牺牲异己 我只有为你分忧分劳 这时 公伯就参加了汪政权 一直到他的死 他临难前 向陈碧君决别时 有一句话 我此去有面目 见汪先生于地下了 这是公伯参加汪政权的 全部心境 这就是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 大家也可能注意到 我中间有很多结结巴巴念错的地方 固然有各把字不认识 但主要还是因为 最近一些年 看的数本繁体的书 看的少了 所以有的时候 加上眼花 这样的一些字体 读起来就有可能会串行 有可能费劲 还好 因为我毕竟读历史系出身 看这种数本繁体的书 相对来讲 不像一般人那样费劲 所以读起来 也还算比较差 这五章这个单元 其实所讲的是在上海汪政权成立之前 一些铺垫包括召开重庆方面不承认的国民党六权大会 那这个会呢发了一个宣言 也就匆匆结束 还有呢 他介绍了这个 这个第76号 这个这个特工总部 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以及呢 在这个时候 汪精卫和周佛海身边 一些奔走 这个 寻求门路 希望呢 在未来新政权 谋得一个 这个差事 这样的一些人士 金雄白讲过呢 他不想 在这个时候 在写书的这个时候 过多的去讲都有谁 这样做 因为呢 这个毕竟汪政权 这个保押错了 这个中国的抗战呢 随着二战的胜利 最终呢 获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汪自然呢 汪精卫 周佛海和陈公伯 就是 就是不折不扣的汉奸 那么像他们 在那个时候 情势不明朗的时候 上海 南京 香港 这些有头有脸的人 跑去奔走于汪精卫 这个筹备处身边 事实上来讲呢 也应该说 很多人都成了汉奸 那么我想呢 他所列出来的名单 应该是呢 这个外界都完全知道的人 这个也是金熊白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文人也好 作为一个汉奸也好 他对得起朋友 不愿意多事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脾气吧 另外呢 这个周佛海和陈公伯呢 是1921年7月23号 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两位代表 他们呢 也是最早呢 这个脱离了中共 然后呢 投身到这个国民党方面去的 高级干部 陶西胜 后来呢 做了蒋介石的高级幕僚 好像帮蒋介石代笔 写过中国之命运 大概这样的一本书吧 再有呢 就是 高宗武呢 当时呢 是外交部的亚洲司司长 他呢 这个受汪精卫指示呢 去全面的与日本方面接触 事实上来讲呢 高宗武和陶西胜两个人 在上海汪政权 这个 快要成立的时候 在这个周佛海与赢左侦召 和日本方面的这个谈判 所签的条文 非常不好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呢 陶西胜和高宗武 突然脱离开 这个汪精卫的班底 然后 这个回到蒋介石 回到重庆 他们所得到的 汪精卫与日本之间的 这个合约的文本 就在香港发表了 这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那么最后呢 这个 陈公博呢 是在汪精卫 被1944年死于日本之后 继任中华民国主席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是1944年成为南京政府的主席 然后呢 这个光复以后 他呢被作为大汉奸 然后被在苏州被法庭呢 被罪告法院判处死刑 执行了枪决 然后这个 这个里面金雄白奖呢 在被判死刑以后 他与这个汪精卫的 汪精卫的夫人陈碧君 绝别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此去 有面目 见汪先生 于地下了 这就说呢 他对得起汪先生 对得起汪精卫 因为他一直 不赞成 一直阻拦汪精卫 这个 比如说 离开重庆出走 到河内 这个 发表那个宴殿 与日本的和平运动 他一直是阻止的 但是当 看到汪精卫不为所动 一定要这样做了 这个 他转过头来 参加王政权 包括呢 最后 这个 出任政府主席 好 今天呢 我就 先把这第三 第三个单元 多到这 下一步呢 这个 我还会接着往下读 大家觉得 没意思 不想听了 也告诉我 谢谢